經過這個油箍欄,不會被分散 第三樣就是背面,背面就不會將這些熱氣撞去冷水 喂,大家好,又到我們產品介紹的時間 今次產品影片裏面有少許小度的消息 看下你捱不捱得住聽下去 大家好,又是我龍仔 很多朋友說很喜歡聽我詳細的講解產品 今次繼續講解一下 今次特別一點,我們講一些沒什麼技術成份 但其實暗藏技術和一些巧妙的位置 讓大家選擇更加適合自己的產品 各位,今天是講油COOLAR 為什麼說油COOLAR呢? 其實水平對向車油COOLAR 基本上我經常說必備 GR86也好少少 如果你日常代步,它原裝有水油混合的油COOLAR 都算夠用的 但如果上一代GT86來說 就算你代步來說,夏天這個天氣三十多度 你走一套,如果有油溫錶的話 都相信很容易去到八一度或以上 如果烈日當空底下,車比較多 跟車尾,八二度我們都見過 所以GT86的朋友 就更加要留心少少去聽這條影片 好,我們開始介紹產品 以及為什麼要選擇這類型的日本品牌 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小弟上個星期病得比較重 喉嚨都未算好得完 我會盡我的氣力去解釋和講解清楚 為什麼我們要拍這條影片 以及為什麼你花你生命這幾分鐘 去看我在這裡說話 好,那我們介紹新款 GR86和BRZ的油COOLAR 始終因為香港剛剛到貨 萬眾期待 如果有看東京車展的朋友 他都有一套Prototype在這裡 我們收到實物之後 它的形式和外觀和Prototype也非常相似 只是有些微細的細緻位改變了 這個我們沒有需要作比較 以它實質到貨正式的版本作為基準 其實一般日本品牌的油管 有很多朋友說 龍仔為什麼要貴一點買到日本品牌 因為國產那些千多兩千塊有交易 他說我買到美國仔又行不行呢 主要有幾個因素 其實我在五六年前教 早期的我都會有國產的選擇 的確價錢真的便宜些 但我們發覺年月有回到 流油的問題一直都頗困擾 還有油COOLAR的尺寸 都沒有一些有Mounting 又精心設計過的品牌 那麼大 變相出來的效果沒有那麼好 還有你最後可能 這套筋又有 又換多設計又有 最後加加賣賣的錢 都是回到 不如難得改得的話 對自己好少 對部車好一點 亦都沒有那麼多煩惱 開頭蓋濕濕濕 大家都不開心 我們今天會介紹兩套油COOLAR 那就是GR86先啦 那最吸引人的地方 首先就是Mounting和渡風 那這個就是GR86新出的渡風箱 那這個可以調校的原因 就是它給回NA 或者Super Charge 甚至我們未來公佈的Curbo Kit 去遷就這個Intercooler 還有呢 它可以給你調整一下 撞風的角度 那它呢 這個位置就約我 是進氣風網的偏左邊 那會取代了噴水水之壺的位置 那你見它的渡風呢 其實都很有心 那也都有一個雷射雕刻的HAS 那其實是非常之靚的 我們看看 還有呢 它的位置呢 是非常之好的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鬆鬆地 或者是有少少虛位呢 就是 其實它有裝螺絲 因為這套KIT 有客人要了的了 那我們就拿索帶固定住 那不要失禮啦 順便帶給它 帶它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這個渡風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全部由Curl 為什麼要有渡風板 或者會放在一些 霧燈後面的位置 泥檔前面的位置 這樣 主要目的呢 就是希望 我們 在撞風的時候 不會將激油油冷 冷卻了的熱風 撞去我們冷氣曬熱網 再去水箱 那後面冷氣曬熱網 相對就會曬熱不足 水箱呢 溫度亦都會提升 那麼我們呢 一個有設計的油Curl 普遍都會有蚊頂和渡風 一來 牢固著油Curl 不會讓它受到 你駕駛時候的震蕩 和搖防 二來呢 就是一個渡風 渡風進去之餘 會有一個集中冷卻的空氣 經過這個油Curl 不會被分散 那第三樣就是呢 背面 背面呢 就不會將這些熱氣 撞去冷氣曬熱網 和水箱那裡 那 就 最好啦 那你都不想 將這些熱氣 散熱之後 又撞去車的其他部件 那HKS我介紹的油Curl 其實就是放在泥檔前面 那我們先看看其他配件 好 其他配件 那你見到有一系列的蜆蜆 那還有 見到 有一個 裝在泥檔前方的 呃 散熱風板 那呢 就是裝在一個cooler 尾後面的 那 就不會影響到 那些水箱啊 冷氣散熱網的散熱程度 那 喂 有些人就說 哇龍仔這個壺 好 其實呢 他都很有心的 因為他取締了 G-R86的水枝水壺那個位置 那他所以呢 特地製造了一個 盒金的HKS水壺 那放在電池的旁邊 那其實打開頭 都蠻英俊的 那還有呢 他的造工非常之好 不用說 那一樣的 那另外呢 那他那個 有一個 入水的水壺蓋 那那選了一個 金色 那裝得的車主 自己明白啦 最緊要有型嘛 那 那 基本上呢 油cooler kit的配件呢 大件的就在那裡了 那我們再說油餅的設計 油餅設計呢 我們新舊款一起說 那我們先不要討論過形態先 那形態有什麼分別呢 主要就是新款 有一個水油懶原裝 那HKS呢 亦都不想bypass了它 那就會裝在水油懶的面後 那重新揭計了一個油餅 那都是印了一個 比較明顯的HKS Logo 那做了一個 倒黑的設計 那低調得來又有型啦 那 那 上一代呢 因為 那個鏈蓋裡有一個 凸起的部分 那所以他專門做一件 原件呢 去升高它 那而呢 有雙重密封的設計 那 漏油方面呢 那 那 以我經驗 暫時有很多朋友 裝了三至五年 已經 那都完全是沒有滲漏油的問題 那其實我都幾開心 那我們繼續介紹 GT86的油冷 其實GT86油冷 油冷器來說 這個尺寸呢 都已經是 日本品牌裡面最大的 那我手上拿這個 其實它還有一個 導風板 那是裝在一個 右前輪的前方 那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要廢除毛燈 但我們已經找到一些 解決的方法 就可能會用一些 G版的裝飾器 去開洞 那做一個 鋒膜的效果 那很原裝很帥仔的 那我在影片補回一些 圖片給大家看 那 那 G86這款呢 雖然它官網說 是增壓專用的油膚 那但是呢 普遍NA的朋友呢 我都會推介他們 裝這一款 那一來就會 不阻礙日後升級空間 那有些朋友可能 這一刻上NA而已 可能睡醒又想裝充電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 駕駛了兩三年悶悶的 龍又找不到換什麼車 那不如安裝充電 便宜一點 多這麼多 Puzzle 那SuperCharge的東西 我們之後會用另一段影片講解 那今天不講太多SuperCharge數字的東西 那如果NAG86 有些朋友 真的很喜歡有母燈 又怎麼辦呢 那其實我們會推介 其他品牌給你使用 那我一般就使用 XX的品牌 一來價錢不貴 配色都不錯 那它Mounting到凍風呢 都非常理想 那有些朋友說 那為什麼不選XX的 XX都很漂亮 那因為XX的油膽定價 會比一般高 大家可以參考我 那價錢 二來它做工 老實說跟VXX差不多 那些東西 除非有品牌的信仰 那如果不是 我覺得VXX多的NA專用的油膽 都不錯 那它的倒風板 都會有將後面的風 倒開 不影響水箱散熱網的散熱 那Mounting都是那些 油膽設計 合乎我的標準 都不錯 性價比都高 但是你問我 如果對霧燈沒有十分的愛 裝XXX的SuperCharge TurboCharge 專用的油膽 一定不會後悔 一來散熱面積大 二來 就是它後面的熱風 又不會太過影響 水箱和散熱網 那唯一缺點 就是沒有辦法 要割愛 沒有了霧燈 但是我會有些完美的解決方案 給大家看的 好 剛才說品牌的事 大家不要放在心裡 我只是 因為我裝過太多油膽 也都遇過很多大小的問題 所得的心得 如果大家發覺 不是的 我真的很喜歡某某品牌的油膽 那 沒辦法 喜歡的話 就裝吧 改裝始終都是為了裝自己喜歡的上車 但我希望將最好的產品 帶給你們 我們繼續看GT86的油冷喉 GT86的油冷喉 會用過網的保護 它本身都有一個塑膠的外層套上去 讓它不會那麼容易磨損和發出聲響 最吸引我的地方 我覺得是這個嘴 因為油肚子 如果是一個正版的日本的博咀 其實都挺貴一個 主要都是一個質素和漏油的問題 其實我挺喜歡的配色 為什麼GT86沒有介紹呢 GT86為了配合黑色的油餅 是給一個黑銀色的配搭 反而GT86的油餅可能比較平容 那就叫 按摩一下 給你們看一套更漂亮的接駁咀 油壓方面也不用太擔心 主要是因為有一個是恆溫油餅 和HS廠方已經衡量過油壓 絕對能夠遮蓋到GT86 GT86 原裝解油崩 絕對沒有任何危險 反而有時候 我見過一些師傅裝油懶 譬如油懶後可能太長 但就不想打個圈 這些就不太建議了 要留意一下自己耳裝的朋友 都可以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如果真的太長 又打個圈的情況 吸短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看到我拿電話出來 都是萬眾期內的時間 講數據 我們 其實我先分享一下 這個小小個人的想法 其實我有點不開心 因為近一兩年的日本部件 已經很少有數據的分析 沒辦法 其實可能是市場圈子 甚至經濟影響 廠方沒辦法投放很多資源 研發新的產品 尤其是給GT86 有些朋友說 好像用了GT86的件 心有些不舒服 然後有些廠 只是拍了一些電腦產品圖 是很帥的 但又沒有規格給我們看一下 裝了量多少隻 怎樣量化 我又不知道 我們這次講數據 這個數據怎麼來呢 這個數據是HAS廠測試 就是在日本的Fuji Speedway 激烈駕駛下 去拿一個參考 這裏 它又說到 這部車在日本的Fuji Speedway 當日的氣溫是32度 使用機油黏度0-20度去進行測試 在激烈駕駛兩分半鐘的情況下 車的油溫已經達到120度 在激烈駕駛6.5分鐘之後 油溫達到130度 有很多朋友問我 阿龍 究竟油溫達到哪裏 我要停 一般我們在合法的賽車道路測試的話 去到125度 我就建議車主停 要休息一下 82度都上可 還可以的 但83度其實老實說 真的比較危險少少 好 我們看完未有油溫的數據之後 我們再看看 裝了油溫的數據 裝了油溫的數據之後 它在Fuji Speedway 賽車上激烈駕駛 當日溫度一樣是32度 使用的機油黏度同一樣是0-20度 它駕駛了7.5分鐘之後 激烈駕駛 120度油溫 再激烈駕駛多15分鐘 油溫竟然升到121度 高了1度 可想而知 這套油Cura Kit 可以維持著激烈駕駛情況下 油溫大約是120度至121度左右 當然機油黏度品牌 和當日的天氣影響很大 但始終都有個參考 給大家看 其實都頗誇張 如果裝了之後 7.5分鐘激烈駕駛 去到120度 和2.5分鐘去到120度 其實時間都很長 再延長繼續激烈駕駛 6分鐘後去到130度 和15分鐘後去到121度 其實大家可想而知 有重要性去到哪裏 究竟GR86原裝的水油冷 做不做到事 心裡有數 有沒有需要加 當然是自己想 對不對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裏 我們接下來一條影片 會講 有HIFO CAD的FUN PIPE 和沒有HIFO CAD的FUN PIPE 如果我有興趣的話 就會講 HKS有HIFO CAD的FUN PIPE 即是招 和東銘沒有CAD的FUN PIPE 和對比 和究竟怎樣選擇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好 下次再見